男孩第一次穿上战斗装甲 便发现装甲的大小完美 符合自己的身体 而且经过系统的认证 也发现自己是该装甲的唯一驾驶者 从此刻起 他便会成为一名救世主 可就在两天前 他还只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高中生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有中二病 总是说这个世界迟早会发生灾难 而到了那一天自己便是那个救世主 他以英雄的角色自居 每看到自己的朋友可能被欺负 就会什么也不管上去打一顿再说 因此惹出了不少麻烦 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 指引儿童拾起一段被绑架的经历 劫匪要求他的朋友们过来救他 而且还不允许报警 朋友们年纪上小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这关键的时候 屋外来了一名神秘人 他能够叫出这些小朋友的名字 自称是来拯救被绑架的男孩大姐 很快 这个叫做米罗的神秘人便找到了劫匪 他不仅救出了大姐还干掉了劫匪 并且告诉了大姐一则欲言 说在未来你们会遇到一场重大危机 到那时候唯一能保护大家的便是你 因为这简短的两句话 他记了将近十年之久 一直在期待这则欲言的实现 直到那一天灾难真的来临 他收到一则灾难预警短信 说明天会发生重大危机 到了次日他把那几位朋友都召集起来 告诉他们即将发生危机 让大姐没想到的是 朋友们竟然也收到了那条短信 可他们却以为是大姐中二病犯了给他们发的 他们对子非常气愤 感觉就像是被耍了一样 就在大姐跟他们强调而识的那则欲言时 班里的全部东西突然浮了起来 蓝色的天空瞬间变得昏暗 马路上的信号灯全部失效 路上的车子也堵得寸步难行